耶稣圣民说话 首先感谢耶稣的带领 那我们弟兄姐妹 以及我们的朋友 能够来参加今天安息日的聚会 让你们都知道 安息日是神赐福的日子 只要我们用心的来守 神的胜入 圣经说神一定会把福气赐给我们 我们常说我们的天父 是赐万福的真神 所以我们相信 说在安息日 也同样会把福气赐给我们 那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早上有六位 祝你受洗归入主的名乡 感谢神今天天气非常好 那这个洗礼能够进行得非常顺利 在真耶稣教会 我们有三大圣 那第一就是今天早上所执行的洗礼 那第二个就是洗脚礼 这是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这一个圣礼 第三就是圣离 那圣礼是为了要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来带死 那我们发觉到这三大圣礼 那我们发觉到说这三大圣礼跟我们的得救都有并确的关系 洗礼是让我们的罪得顺利 让我们能够归入耶稣基督 那洗脚礼呢 让我们跟主有份 那圣礼让我们能够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 将来有这个福活的盼望 我们现在就来简单的讲明这个洗脚礼的道 我们请打开这个月亮福音书的十三章 我们知道每一个典礼或圣礼都有两方面的教训 第一方面就是典礼性的教训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的教训性的教导 第二方面就是要教训性的教训性的道理讲一讲 第二方面就是要教训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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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训性 跟当时的犹太人的风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那我们知道说当时他们犹太人的风俗是这个仆人会跟主人来洗脚 那他们在进房子之前一定会陷入洗脚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 那我们发觉到说这个主耶稣所圣的洗脚礼确实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看十三章的第一节 那我们先来看十三章的第一节 主耶稣也知道他要离世的日子这个时刻已经临近了 所以他要爱人徒就要爱他们到底 那这里其实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这个房子里头有段相当长的时间 不是我们一般想说没有他们刚刚进来的 不是 因为这个第二节说这个夜节快要结束了 因为主耶稣说爱门徒所以他就替他们洗脚 所以这个洗脚礼呢是基于主耶稣对门徒的爱 那耶稣就离世以后他所坐的位置 然后就把水套在盆中一个一个 开始洗很多的脚 那当他洗到彼得的跟前的时候 在彼得的心里后 他认为说这是不对的 因为主耶稣是主人的 主耶稣也是他的父子就是他的老师 那我怎么可以让我的老师来替我洗脚呢 所以你发觉到说那个进入到第八节的时候 那彼得就跟主耶稣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因为彼得认为说这很不对的一件事情 我们说让老人家让老师来洗脚 就是说不尊敬师长 就好像我们说目无尊敬一样 不看重前辈 所以彼得就说 哎 你有不可洗我的脚 看起来就显示出了彼得的前辈 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 如果我不洗你的脚 你跟我无分 所以这个洗脚礼 主耶稣所设立的洗脚礼 是超越这个所谓的这种谦卑的一个动作 这是跟得救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主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的脚 你都没分 那彼得是清了之后 我想说可能就吓了大一把 怎么你跟耶稣没分怎么洗 我跟耶稣没分 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他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他就跟耶稣说 我当时是我的脚啊 那时候还有我的头啊什么都不用洗啊 我的手我的头都要洗了 对 所以主耶稣说 只要洗过澡了 脚一洗就干净了 所以在主耶稣跟彼的对话当中 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洗脚礼不是一般的洗脚 是跟主耶稣是跟神有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名 我们再来看十二节 这个第十三章的十二节 那主耶稣就问众人的时候 你们知道我为你们所做的是什么吗 那你想一想 这个问题就把圣礼的重要性讲出来 也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礼跟一般的洗脚礼是很大的分别 那如果主耶稣所设立的洗脚礼只是很大分别 这一片性的犹太人通俗的洗脚 那如果他问这个问题 他问这个问题好像是有一点多疑的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为什么还会问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这要结束在外 那就是说这是掌心的 从来没有人做过的 所以才问门徒让他们去思考 这也证明说这种的洗脚是从耶稣开始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看的就是十五节 第十五节 这里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们设下了榜样 那我所做的你们也照着祈祝 就是说主耶稣所做的是一个榜样 是以后教会要去遵循的 所以是由耶稣开始 他设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要跟你们去遵循 再次的告诉我们说 这个跟一般的犹太人的风俗的洗脚是有什么关系的 那如果主耶稣设立的榜样 那就是说之前已经有很多人都有设立的榜样 主耶稣这样子讲的话就不是很正确 优优独播剧场 所以这个是新的跟犯的不一样 那我们再来看17节 那你如果跟你们知道这些事节照着去做就有福气 就是说遵照这个习教语去做的人会得到福气 那你一般的洗脚不会有什么福气 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所设立的是跟得救的关系 现在我们来谈一般上的教训 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所设立的是跟得救的关系 这里说他知道他要离开的日子已经近了 那在这一章里头他好像知道三件事 这一章 他知道自己的日子要离开的日子已经近了 那就是在第一节 那第二 就是在第三节 他就是说他好像是一个掌权的人一样 这是他知道的 第三件事 他也知道谁要出卖 所以他在洗脚尾的时候才说 你们都是洁净的 但不是每一根的洁净 那我想说 耶稣知道中国的事情 那我发现到一件事 所以说主耶稣没有因为这样的受到影响 所以说主耶稣 他要坚持完成天赋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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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他选招了这些门徒 他知道有些人要出卖 有些人要出卖 那我在想说当然他的心情一定会很沉重 那我这么爱是根本不如他现在却要来出卖 暗地里要把主耶稣卖掉 那我想说他一个老师的一定会很伤心 但是主耶稣定没有因为这样的 对天父的信心有动摇 他坚持要来完成天赋所托付他的责任 他在想说我们在人生当中 我们也有很多事情都是在我们来里头的 有一些是世上的事情 有一些是神家里头的事情跟神的事有关系 有一些是不愉快或者不如意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旨意 那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会动摇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就是要靠主来完成祂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教训 这是第一个教训 第二个教训 我们发给到说在这个洗脚里的这个过程当中 开始主耶稣都没说一句话都不肯 一看一节到六节他都是静静的 那他开始讲话的时候就是抵德说你不可以吸你的脚 那时候耶稣才讲 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所做的是一个榜样 我们常常说要教导我们的家人或者教导年轻的一辈 我们讲的话别人不一定听 但是如果我们有善行的话 那我们的善行所讲出来的发出来的声音 他这种强度会比我们所讲的话更强 那我们做出来之后就会感动我们的心 所以在家里头在教会里头 我们要设立良好的榜样 那如果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抢做 你发觉到说我们的家庭的信仰是很坚固的 那因为每个家庭的信仰是很坚固的 那因为每个家庭的信仰是很坚固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的信仰是很坚固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多祷告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祷告 那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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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小孩子从小就没有一个榜样来去遵循 那你发觉到说他长大之后一定会有信仰一定会有差 那他可能是他们甚至会离开神 因为我们没有法量 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的这个好的榜样 因为耶稣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谦卑 祂是神造成肉身 来洗他们的脚 那我们发觉到说如果在家庭里头大家都是谦卑的 在教会里头每个公文都是谦卑的 我们教会的问题一定很少 有时候我们发觉到说教会问题很多 如果我们都没有用去寻查自己 很多时候问题的产生和我们心里头的骄傲 有密切的关心 我们不单纯不能够帮助教会 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个困难 因为我们心中的骄傲 我们不能够顺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我们不能够顺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没办法顺从神 顺觉神的真理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这是我们首要的文科 这是我们首要的文科 我们能够在教会服侍的是神给我们的大恩典 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要恐惧站自己的来服侍 这样神才会带领我们 让我们更清楚了解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不单纯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同时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不单纯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不单纯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希望父母能够好好的教导他们 既然已经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 所以从小就教导他们来敬畏神 让他们知道 懂得来敬畏神 来去爱神 这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说洗礼之后就事情解决了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来带领我们的年幼的小孩 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金兵 将来的教会就有光明 很有未来 我们现在要来开始这个洗礼 那就请弟兄姐妹坐着来唱诗 295首 那请那个小朋友都坐到前面来好吗 那已经受洗的都坐到前面来 请带小孩到前面来 请带小孩到前面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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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国的今生生天 要去朝一聚夜 多不信家庭 为主命令 求我愿走走一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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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作者来唱一两首诗 我们等会就开始这个圣餐 我们等会就开始这个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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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进伍去过更热 avoir开心可以赏 episode ont herd 善受足足的血液 我让你 我的世恩 为我变得更重 在我旧世间 我敢借助 借助他从心 借不动 在世间 我爱情 严并将心悔悼 都如今 我世无万能 人生爱情 临在世间 冒在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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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爱情 冒在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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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 祈祷 我心中教我让解聪老师 解聪老重心结果 我心中教我一心 天地教心悲荒 老荣之后心不快乐 好 看歇歇五個 今天由六位的弟兄姊妹受洗恢復到全數裡面 正式地成為三人兒女 今天的六位弟兄姊妹我們會讓大家知道一下 分別有五個小孩子和一個大女 一個是張雁姐妹的女兒 首先是張雁姐妹的兒子 The son of Sister Emily, the daughter of Sister Wendy, 她的儿子是朱丽, and her son,朱丽。 那还有Winnie姐妹的妈妈, and the mother of Sister Wendy. So, OK, 还有今天Winnie姐妹的男女, 她也来到这边, 还有Winnie姐妹的姐姐, 她也过来参加来看我们的实力。 And today, The husband Daniel and the sister of Sister Wendy, the both of them came to attend, Show me the sister of Sister Wendy, came to attend their children, and they were with them. 今天还有金叔叔, 还有我们阿里他们的一家, 也参加了这个洗礼的会场。 And also, Our uncle Kim, And Kornik, Win, A Ti-Win, also came to attend the studies with us. 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朝日回到耶稣里面, 成为神儿的一个。 It is also hope that they can be baptized, and they can become children of God as they are responsible, 成为神家里的一个。 to be a part of the household of God, 圣神祝你大家。 May God bless all of you.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了。 好,好。 所以刚才幻景了, 还有一个梅琴姐妹的女儿。 And also, The daughter of Sister Wendy, 她也是今天参加洗礼祈祷的一个。 The daughter is one of the baptismal entities. 好,到外面去了。 好,只有神带领了。 不好意思,我该来关机。 好,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准备圣谈。 好,我们第一童谋祷。 Amen。 奉耶稣圣谈开始圣餐礼。 In the name of Jesus who commence holy communion, 我们先来唱首诗2906加1。 Let us first sing King 296. Amen。 叫醒王。 Core Judy, क refuse में zV把 BOĀD Core Judy, GEõ愛我哲, Newbie, Sea ay mawze, Byou see if I am not Prozent bought, amen vo vil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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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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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圣灵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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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 我们的心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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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对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为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果我们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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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因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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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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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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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